拜登上個禮拜四剛剛就職 可是呢 禮拜六 禮拜天 解放軍老台的戰績創下新高 那現在看起來 北京不斷的測試拜登的底線 而拜登跟他的團隊 會如何回應北京 這也影響到台海跟南海 對 確實 這個拜登1月20上任之後 其實也不過三天 位置都還沒有坐熱 你就看到這個北京馬上急於出手 那在當然用軍事的動作 這背後無非最重要的 當然政治上是測試 拜登政府在台海政策底線 同時還有南海政策的底線 那我們先來軍事上解讀一下 就是說這連續1月23跟24號兩天 分別用13架跟15架的軍機 兩天合計高達28架 做這樣的一個 等於說在台海西南空域的演訓 背後的一個軍事行動上的意涵 第一個就是說1月23號當天 出動13架裡頭 我們觀察相對異常的是 中間一共有8架的轟6K 也可能是這個海軍航空兵的轟6J或N 那這樣子一次出動8架 如果就我的統計來講 應該是這幾年兩三年來 他的轟6不管是前兩年用繞台 或者是說這個進逼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 單日的架次最高的一次 那用這樣的一個8架 他當然不是一次編隊 因為我們看這個台灣的戰管對他這個警告的時間 大概有時間的順序的 那大概是分成這個譬如說一批兩架次 連續幾批多批進來 那這樣單日8架也表示說 他在轟6的組合訓練上面 的確戰力上是有在做提升 那同時這一天的這個軍事動作上的意涵 跟第二天我認為是不一樣 第一天8架的轟6非常有可能是攜帶空射型的 這種譬如說英級12的一個反艦飛彈 因為當天還有另外一個美軍重大的一個行動 就是美軍的螺絲符號航母打擊群 進入巴士海峽 所以在同一個時間點上面相互遭遇 解放軍用這樣的一個動作 當然無非也是在對這個美軍的航母進入 準備進入南海 做一個戰略上的一個威嚇 那所以當天你會看到 以轟炸機機群為主 然後另外用這一個殲16四架來護航 那第二天1月24號又不太一樣地方 就是說他出動了15架次裡面 大概總共有這個兩批 大概6架次的殲10 配合同樣的是殲16 那總共有15架 那這樣的動作以這個滯空 或者是對地攻擊為主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兩天軍事行動上面 兩個不同的意涵是第一個 他在模擬什麼 模擬就是說未來對美軍介入 特別航母進入台海的一個反介入作戰 的一個威嚇 第二個 如果把美軍反介入就把這個排除在台海之外 第二天他就用他的一個空中的 不管是他認為有空優的戰機 來對台灣進行襲擊 所以這戰術上的意涵是不一樣的 不過非常明確的 的確這個是在對這個拜登政府的一個 底線做挑戰 不過他挑戰 我認為他還預留一些升級空間 因為如果這一次我們看架次上來的確是很高 不過你去比對去年2020年他多次 同樣是用大批的軍機來這一個入侵台灣來講 還是有幾個不同的一個層面 第一個來講 譬如說像去年這一個9月18、19號分別各自有18到19架 是比這次架次還高 合計是37架 而且那一次的動作是更具入侵性 就是他是跨越台海中線 然後同時你看 如果以單日的這個架次最高來講 其實是去年的9月9號跟10號兩天 他在台海的西南空域 那個地方去進行一個聯合海空操演 單日最高架次有逼近將近快30架 那所以就是說這一次算不算最高 其實跟去年比不算最高 但是以拜登才剛上台來講 出手這樣的動作已經算非常的大 那同時你看他這一次的航路來講 我們剛剛除了從他編主或者是他出動的戰績 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去做解析 他的一個航路你看他觀察這一次 他這以光不公佈的他的航線 其實他出海的距離並不遠 就是說他這個架次雖然非常多 但是你看他集中在哪個點 集中在台海中線的南端 那個地方剛好是一個非常這個微妙的一個區塊 表示說他似乎形勢上並沒有跨越中線 但實際在入侵台灣的西南空域 這樣的一個動作 然後又為跨越中線 那切台灣的西南角 當然主要的目的是回到他把焦點集中在 對台灣的一個軍事壓制 但是同時又不會去跟美軍正面做挑戰 那又做一個動作對美軍的航母做警示 那重要的是說我們觀察這一次 羅斯福號航母 其實我們上週在這裡已經預測說 他即將進入南海 因為你看到他的一個 包含MQ-4C無人機 頻頻在巴士海峽 甚至他的挑戰者系列的這種偵察機 飛的這個非常高度非常低 都在做一些真潛的作為 就在清除巴士海峽這個航道 下面可能這個中共潛艦的威脅 那對於他這個羅斯福號航母 即將進入南海再預作準備 那拜登今天才上任三天 照樣把這個航母派進去 也就是表示說未來他的一個國安部門 在南海政策上面 絕對是會堅持可能跟川普一樣的路線 也不會退縮 那解放軍用這樣的一個威嚇態勢 他照樣進去 也就是表示說在南海這一塊 他絕對會維持一個強硬的姿態 這也是這個北京你要測試拜登底線 美軍就直接告訴你答案 我的南海底線就是這樣 那公開的談話 剛剛也談到這個台海政策底線 其實美國國務院發表的聲明 的確也同樣三天之後 就首度針對台海政策有一個說法 這個說法我們看起來沒有似乎這個 譬如說這個對台政策上面有推讓 但是他的口氣上面 當然可能因為拜登是外交部門出身的 你看他國務院的用詞 他這個不會用像過去龐皮歐 直接大家踏法的方式 他用敦促 敦促北京停止對台軍事施壓 但是同樣的 他會確保台灣的一個自我防衛 這樣的一個調性的確是有點 相較於過去這個川普政府來講 是稍微比較軟的 所以這樣的一個做法 我覺得整體上來講你看到環球時報更微妙的是說 昨天針對這一次他的演習 他直接出來講說 這只是例行性的訓練 跟美軍航母進入南海沒有直接相關連 也就是說他把這一個要挑戰美軍的一個做法 把他排除在外 但是他特別強調 這是要彰顯捍衛國家主權跟領土 也就是說這個對台的部分 他要搶奪過去被這一個川普拿去的一個對台的主導權 把他拿回來 總體上來講 我覺得基本上未來我們還是要持續觀察 因為美軍今天很罕見的 他的U2的一個這個Dragon Lady的高空偵察機 罕見直接飛到南海過去 他是從這個部署在南韓的釜山機場 飛了這麼遠進入南海 當然表示他在強化南海的相關的一個監控的動作 那未來我們看到就北京來測試底線 拜登現在馬上就告訴你 我的底線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未來的一個發展 新一輪的美中對抗 我認為已經開始